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屬的巴克文化公司 控告北京市地稅局的案子昨天開庭 但艾未未被禁止出庭 另一名危險人士胡佳 则被限制離開住所 还遭到北京活保殴打至流血 胡佳透过推特指出 20日下午 巴克控告北京市地稅局案 在昭阳区法院开庭 他计划前往围观 但被警方控制不得前往 奈吉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周三说 已经要求中国调查奈吉利亚公民 在广州派出所猝死事件 并称广州警方在拘捕该名男子时 驾重手指法破荡 大陆鸡蛋价格飙涨 南方省市如深寸冷地 半个月价格疯涨近三成 当午节将近更加重涨势 过程城市六月初开始出现 鸡蛋价格飙涨情况 甚至一天一个假 因而被网友称为火箭弹 南方省市的鸡蛋风需失调更为严重 因而出现北弹南运的现象 新唐亚特电视整理报道